记者颜红俊彰化报道,彰化现有袁林秋红骨之称的袁林园,本月传出凶暴狼,警方根据录影画面的特征找到作案者,他是一名单亲的国中生,他妈妈非常难过,表示儿子不懂事,自己也疏于管教,对社会深深抱歉,也请求被害者原谅。 由于犯案者未成年,袁林警方对于此案十分低调,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最嫌韩,纵章话地方法院少年法庭,法界人士说,性骚扰是告诉乃论,如果被害人不提告或愿意原谅,法院会判决不受理。 犯案少年,父母早已离婚,平时与母亲同住,目前正值青春期,平时沉默寡言,母亲忙于上班,较少时间关怀,在圆林园启用后,常常看到情侣初双入队,成天幻想自己也有另一半,一时冲动就想上前抱对方在落跑。 上月24日发生第一起受害女子,发觉有人跟踪到家,转身开门就被雄保,第二起是上月27日晚上7点多,女子散步回家被跟踪,也是开门时被雄保,被害女子当场傻住,也没有看清楚脸孔,而且对方跑很快又没有脚步生,还以为遇鬼,后来还传出有70岁的老妇人也被雄保。 消息传出后,让人气超夯的圆林园入夜后散步的人瑞简,警方经低调宣布雄保狼找到了,也让民众不用再恐慌。